FED主席的鷹派言論是重挫全球股市 外資大賣了244億 拖累台股下跌了352點 難道台股又要繼續走空了嗎 盤面上強者很強 我們的車用題材股票連展 不會大盤重挫 漲幅照樣是超過半根漲停板 另外鐵解封題材的鳳凰三富一飛網 照樣是再創新高 符合無量省長的股票果然就是強勢 盤面上還有哪些符合無量省長的股票 大盤後續到底是漲還是跌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今天一定所有的人都在討論 星期五FED主席的一個鷹派言論 他說要持續的打擊通膨 就是會持續的升息下去 大家就很擔心所以星期五美股是中錯了108點 那既然美股中錯的話 通常來講因為外資很習慣會挖東牆補西牆 也就是說美股在那邊中錯 外資就會大賣 他擔心說美股如果在那邊持續的一個往下跌的話 外資持有的股票部位會風險很大 那在台灣的部分還沒有大跌 所以先賣出做個避險 造成今天台股是下跌了352點 但是後續真的會持續走空嗎 其實我們從鮑爾的談話來看 他說未來到底要不要持續大幅度的升息 還是要看什麼 還是要看經濟後續的經濟數字 通常來講最快最快最新 他們最愛看的一個經濟數字就是8月份 8月份的什麼 8月份的通膨率 8月份的失業率 如果通膨率沒有持續的再創新高的話 實際上升息幅度並不會太大 因為其實鮑爾他就講了 他說後續的升息幅度 還是要看後續的經濟數據 那我們已經幫大家看了 你不論是從布倫特原油的價格 天然氣的價格 黃豆 玉米 小麥的價格 其實通膨並沒有 就是應該說沒有就是持續的飆漲 是維持在一個修正的低檔的一個價格 因為天然氣創新高之後就回落了 那原物料價格呢持續的一個維持在低檔震盪 那再加上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貨運的價格航運的價格 航運的價格是持續的往下跌 航運的價格持續的往下跌的話 就代表說我送貨到國外的一個運價 開始往下跌了 那運價往下跌的話 整體的通貨膨脹就有機會更進一步的往下 所以我認為通膨並沒有失控 通膨沒有失控的話 連準會並不會大幅度的持續的升息下去 如果你還在擔心大幅度的升息的話 坦白說如果大家有去觀察一下1980年代 198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的時候實際上那時候利率是從10%漲到20%的 10%漲到20%我們現在是升息3嘛 人家是用%數去計算 我們現在只有用0.25一次一次這樣去做計算的 那個時候升息了10% 美股也沒有中錯 那現在升息3嘛 美股就會持續往下跌不停嗎 並不會 那再加上其實國安基金還在裡面 國安基金今天一定有進場互盤 也就是說國安基金進場互盤 如果台股還持續往下跌的話 我認為金管會的進空令就會上膛了 金管令進空令上膛之後 就會進一步的打擊空方的勢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的台股 雖然說大家看起來是蠻醜的 今天台股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看起來是跌破了15000點的整數關卡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貴買指數的話 貴買指數是維持在相對的一個高點 也就是說現在的資金都轉往哪裡去了 中小型類股 中小型類股漲勢還是蠻強勁的 因為連前波低點都還沒被跌破 前波低點還沒有被跌破的話 跟今年年初以來一直往下跌的狀況 就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今年 今年我們看一下貴買指數的部分 貴買指數今年是率先往下跌 一路往下破底 破底 跌不停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呢 不一樣囉 沒強勇喔 這一波呢 貴買指數是一路一路的向上墊高 市場人氣還沒有潰散 市場沒有人氣沒有潰散的情況下 類股就是呈現健康輪動 健康輪動的情況下多頭就沒有改變 大家不用太擔心 只是在升息的情況下 你說指數要噴啊 也是蠻難的 但是我認為這指數不會走得太差 其實像如果你是我們的會員朋友的話 我們早上跟大家預期是完全命中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說啊 我最後跟大家講 我說其實啊 市場 金融市場上除了疫情通膨跟升息戰爭之外 並沒有出現新的利空 沒有出現新的利空的話 台股持續重挫的機率是很低的 所以呢我是預計什麼 今天開低之後震盪跌幅收斂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盤勢 是不是開低之後呢震盪 然後呢跌幅收斂 有沒有看到 開低之後震盪跌幅收斂 一直往上震盪走高 所以你看一下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那如果你不是我們會員說真的 如果你能加入我們的一個媒體頻道的話 你看一下我們的媒體頻道 我們在昨天下午啊 其實我昨天下午就有跟大家講看 昨天的一個下午 欸好上午耶 上午11點33分 結果早上午就跟大家講了 我說啊 道瓊指數下跌1000點不用擔心啊 對啊 因為台股的漲勢本來就是落後於美股啊 明天不見得會更跌 就算真的會更跌 其實影響較大的還在哪裡 你看我都幫你寫著一清二楚 影響最大的在哪裡 下半年受庫存影響的 那我擺明的是指什麼 庫存高的是什麼 電子類股嘛 利率敏感注最高的還是哪裡 還是科技類股 外資會撤出來 今天外資有沒有大賣244億 完全是命中的 完全符合這三種象徵的 只有在哪裡 電子全值股 那我說現在只是上漲過程當中的修正階段啊 也就是說你手上有電子全值股 你要比較小心留意有沒有 我還有付什麼 付美國10年企業公債殖利率啊 還有道瓊指數來給大家看 你看道瓊指數都幫大家畫的一清二楚 所以呢如果你不是我們會員朋友 我們的早上的盤前資訊真的也非常重要 你還沒加入的朋友們現在就加入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我們的LINE跟YOUTUBE的頻道 我們的LINE呢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你可以打小老鼠GD1788 小老鼠GD1788 另外我們的YOUTUBE的頻道的部分呢 如果說呢你幫我加入之後呢 記得要訂閱按讚並開啟小鈴鐺 另外呢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對大盤的掌控度有多高 台股呢持續重挫的機率很低 所以我已經預期了什麼今天會開機震盪 也就是說呢我對大盤的掌控度很高 所以我們的棋子才會四連勝 已經連四勝了 沒敗機從來沒輸過 我們的專案的部分就是因為有送了期貨10名 現在前10名已經完全 已經全部都送出去了 如果說還沒有加我們的朋友 你會發現我們的無量生長真的漲不停 我們的錢頂其實還是維持高檔 那我們的其他股票我們可以看到 不然是元泰 政要 或者是我們今天的三副 還是繼續再創新高 還有連展的部分 其實今天也漲幅超過半根漲停板 所以呢千萬要把握機會 因為這是這個月唯一一檔 就是580的專案 所以想要把握機會了要趕快喔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其實大盤啊其實很多人又沒有做指數 你看到大盤去做操作 你到底要操作什麼其實你看到大盤是上漲的 結果你買錯股票 也是不會賺錢的 你看一下如果說你看現在的大盤的話 我們直接看現在的台子期貨的話 你會發現啊台子期貨跌幅是持續的在收斂當中 其實是收斂的 大盤啊其實就是不要中錯 大盤不要中錯的話 類股就會持續輪動 你現在最重要的還是要選對股票 怎麼選對股票其實啊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除了就是基本面技術面 還有就是總金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之外呢 你還有什麼搭配最近就是無量的省漲啊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時候股票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的時候就沒有量 但是當題材一出來量能就慢慢出來 大家都進場去追 我們一定要買股票買在無量的時候 等到大家來幫我們一起進場台價 那我們要出在有量 無量省漲 有量你就要趕快跑 那幾個符合的特徵呢 你的進場點呢 你就要符合什麼 無量突破壓力是最棒的 但利空不跌也是比較好的 也是蠻好的一個進場條件 那要搭配什麼 下半年有題材有業績的股票 因為下半年要有題材有業績才會持續成長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為什麼長榮漲不上去 長榮基本面不好嗎 我們可以看到長榮是持續的往下跌 長榮基本面不好嗎 如果我們去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你會發現 長榮你光是看他的營收部分 長榮不是長榮行 長榮你去看他營收部分 你看他的營收多麼的漂亮 營收持續一路一路的再創新高 那為什麼股票不會漲 因為股票是反映的是未來 現在你會發現 各個運價都開始往下滑了 運價開始往下滑 也就是說長榮他的未來性不是很好了 因為十年何東十年何期 現在應該說過去很好 現在很好的股票不代表說下半年會好 明年上半年會好 你要投資股票你要投資的就是未來兩個字 所以你要找未來 那未來兩個字要有未來的呢 我就跟大家講你要找下半年有業績 要下半年有題材的才會上漲 那最近我已經跟大家講一波了 這一波我們有很多股票 我們都已經建議要出場 比如說像易德 我們是不是建議在什麼時候進場呢 我們是不是建議在這個點位進場 對不對這個點位 之前這一天有看我們節目的都知道 我在這一天是有講的喔 然後你看講完之後呢 那就三根漲停板之後呢 這邊震盪 我們已經講好久說建議要出了 是不是又是一樣是從無量帶你到爆量 漲不上去之後呢 持續的震盪 當然呢持續的震盪啊 不代表說他後續就漲不上去 量說持續的震盪還是一個整理格局 但是呢我們操作股票還是要有效率 既然呢他短線上沒有辦法持續的向上 我們就開始要換股去做操作會比較好 當然呢劍橋也是一樣啦 我們建議大家的時候也是一樣 在這邊無量的時候呢 跟大家建議說 你這邊可以進場去做佈局 佈局完之後 你看這邊有量了以後漲不上去 你看這一根就是很明顯的漲不上去 創新高之後收拾至限 連續三天都沒有辦法持續創高 我們就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檔股票啊建議要賣出了 那中天也是一樣啊你看 又是從無量漲到有量 無量漲到有量 那我就跟大家講說會震盪啊 結果還是很多人經常去追 追到底賺到什麼 賺到風險而已 我知道很多老師都喜歡追這種 漲停板的股票 但是呢你發現追了以後 結果你看這一根長上影線 你如果是追在這一根長上影線的部分呢 到今天你可能都還是賠錢這一根 這一根長上影線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最近的股票不要過度去追高 合一也是一樣 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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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不到 這邊追到了 可能已經創高很多了 那創高很多 說真的你從這一個點位 往上到這個點位 說真的幅度沒有很大 你賺不了多少錢啊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合一的部分 最近這幾天還是沒有辦法創新高 建議大家也是一樣 占賣方會比較好 另外藥華藥的部分 你看就是我講的 大好的一段之後 漲完之後 就在550到650之間區間震盪 這個震盪格局啊 不知道打底要打多久 那也就是說呢 你現在資金如果耗在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是有點浪費 你資金可以去買其他 準備要起漲的股票 那當然呢 震華電的部分我們也講很久了 震華電工業電腦 我們是不是有出廠也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大家佔賣方 你看一下今天的部分 還是在160元的整數關卡附近震盪漲不上去 另外紅寶的部分 我就跟大家講了 紅寶啊 量能已經出來了 又是一檔從無量 從無量漲到有量 兩根漲停板之後就出現震盪 而且搭配這個80塊的整數關卡 一樣是建議大家佔賣方 好圓太的部分也講很久了 但是說真的圓太量能還沒有急速的暴增 那沒有急速的暴增 但是短線上應該是陷入震盪 那如果有這檔股票 你是買比較偏高的 我當然也是建議要站在賣方 那如果你是買在相對低點 比如說這邊149 不要說149 150塊上下 你在這附近買進的 上下10塊好不好 那上下10塊的話 如果說你的成本是那附近 我建議還是可以持有 但是如果你成本比較高的話 我還是建議要獲利了結 另外呢 政要的部分我們講很久 所以我們從這一根跟大家講 從這一根 因為那時候圓太起漲 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你錯過圓太 你就可以買政要 結果政要一波向上 這一波呢 漲幅也高達25% 我們這幾天也一直跟大家講 要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 股票就是要有買有賣 這才叫做真獲利 如果只買不賣 那不叫獲利 那叫做只上富貴 所以政要的部分 我覺得會陷入震盪 也一樣建議大家佔賣方 中興店的部分 也一樣會陷入震盪 但你會發現這些股票 我都出了以後 我建議大家買什麼 上個禮拜有看我節目都知道 我說你可以轉進哪裡 車用 網通題材 來我們車用的部分 我們跟大家講什麼 說車用的連結器的部分 你看到佳澤大漲 佳澤大漲呢 這邊因為佳澤是700元的股票 他700元的股票 如果你嫌他太貴 700元的股票 你就可以去找什麼 連結器相關的類股 那我們那時候也幫大家找到 連結器相關的類股 8比較便宜的有 建核心 全新 還有連展這三檔 那我們也幫大家做一個 基本面的比較 你看這邊是營業利益率 最好是誰 建核心 其次是全新 再來其次 EPS的比較 你會發現一樣 最棒的是誰 建核心 穩定持續的向上增加 那全新的部分呢 是震盪走高 連展的部分 還在虧錢 那這三檔股票 我到底選哪一檔 你如果只看 就是起義 就看EPS 只看營業利益率 你一定會覺得 當然是選最高的啊 老師都選最高的啊 就是建核心啊 但你看一下啊 建核心 來建核心有沒有持續上漲 建核心其實趨勢還是偏多的 我還是希望我的會員啊 我的朋友啊 我帶進的股票 是會飆的 會大漲的股票 而且價格要符合大家的期待 所以建核心跟全新 還有連展的部分 我到底選的哪一檔 我告訴大家 我選的就是連展 我不會因為啊 是連展大漲 我才跟大家講是連展 但是我們就是真的叫進連展 而且我們絕對沒有的嘛 那每一檔都在叫 既叫了連展 又叫了建核心 又叫了嘉哲 然後呢 連展大漲再來跟你講 不好意思啊 全國的會員朋友都可以做這 我們只有較勁 連展 連展有沒有 專案會員 連展試駕買進 是今天才講的嗎 是漲停才講的嗎 8月18號 試駕進場買進 來8月18號在哪裡 8月18號是不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附近進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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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不是幫大家 扎扎實實賺到了一根漲停板 跟很多老師 在那邊講說 你看你跟著我進場 現買現賺 現買現賺漲停 一開盤 就漲了3% 漲停板你最多 算10%好了 3%再漲下去漲10% 你也不會就賺7% 8% 而且很不好買 你又買不多 一下沒買到 又買不到看到漲停 只能看著他眼巴巴上去 那我們呢 震盪的時候 就叫大家進場去做布局 扎扎實實 賺到一根漲停板之後 今天呢 今天台股大跌啊 今天跌的很慘 今天跌了352點 你看一下我們的連展 我們的連展照樣 是漲幅超過半根漲停板 今天台股是漲什麼樣子啊 今天台股 你再看一下 今天台股是重錯 破底啊 破底重錯 我們的連展呢 續創新高啊 這就是我講的 你就要符合下半年 有業績有題材的 連展就是下半年 有業績有題材的股票 你還等什麼 所以還有哪些股票 值得大家留意的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 跟大家分享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 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好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有很多股票都出掉 比如說像 圓鈴鐺啊 鄭耀啊 易德啊 中興電啊 鄭華電 紅寶 都建議大家要出掉 出掉之後你看一下 我們都持續的佈局 我在節目上 跟在我的FB上都跟大家講 我們持續轉進的就是哪裡 剛剛講的車用 車用的題材 連展有沒有 掌停板 上星期五掌停板之後呢 今天是不是又繼續再掌半根掌停板 沒錯吧 有吧 再看一下 今天的連展 來 3710 連展有沒有 今天掌幅 再度超過一半根掌停板 漲了5.8% 漲5.8% 今天大盤是重挫啊 重挫352點 我們的股票有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 那你再看一下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我們除了 車用之外呢 我還敬意往哪一塊 網通 網通族群的話 我們都知道網通大家過去只會看什麼 設備長 那其實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網通你要看的是設備長 光通訊 還有資安 資安這一塊呢 因為量能比較小 我不建議大家就去做 那 設備這一塊呢 說真的啊 他的因為籌碼比較凌亂 他會長 但是他不會飆 那我們的會員呢 都是布局在網通族群裡頭的光通訊 比較強勢 好那不幸的話你看一下 設備場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中壘 最具代表性的中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中壘的部分 中壘的部分你看一下 大漲之後呢 就持續的震盪震盪 只有漲一點點喔 從90塊 漲到了105塊 10塊錢之後呢 就持續的震盪震盪 那你看 這邊呢你看 就像我們講的 爆量上漲之後呢 沒有辦法在短期之內 持續的創新高 這時候你應該要獲利了結 但是你沒出掉一直抱一直抱抱到現在 賺錢便賠錢啊 美夢成假 是不是如同我們講的 一路的往下重挫 跌破了月線 設備場走勢不是這麼漂亮 那你再看一下 智邦的部分也是傳統的設備場 走勢是也沒有那麼漂亮 高檔持續的震盪 那你看一下 我們幫大家佈局的網通族群呢 華興光維持在相對高檔 光盛維持在相對高檔 當然我們真的佈局的是哪一檔 這檔光通群 我們從底部無量省長 是不是從無量 無量開始呢 底部開始幫你進場去做追蹤 進場之後呢 你看他持續的漲停之後呢 持續的穩定再漲一根 漲一根之後呢 穩定的再創新高 好來你看一下 漲停漲停之後 持續穩定的不斷再創新高 基本面的部分就像我講的 你要找的是下半年 有業績有題材的 而不是什麼 未來即將要走入什麼衰退 光通訊就是什麼 你看EPS是不是持續的向上 毛利率營益率持續的向上 這一檔到底是哪一檔 前頂 前頂從我們公開之後呢 你看持續的再創新高 創新高之後呢 再創新高 是非常的強勢 即使今天大盤下跌了352點 照樣是維持在相對高檔 你說跌 沒感覺啦 你如果跟著我們進場買前頂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沒感覺 站在我們講前頂的當下 你為什麼不來跟我們一起進場做布局呢 你看一下我們買的點位是在哪裡 我們買的點位是在這裡 這裡啊 這裡啊你看這一大段漲幅是不是 大概將近了30%左右 而且是帶你從無量 從無量底部開始移入了向上漲 叫多少次 真的會員朋友如果沒有重壓 真的真的太對不起我了 你看一下我叫了幾次 7月29號 前頂買進 8月8號 前頂進場買進 買進 8月9號 持續進場買進 清貸特別 持續進場買進 8月17號 持續試駕專案 林陽也進場 一起買進 直接試駕買進 8月17號 8月18號 前頂限價單40元進場買進 40元進場買進 這邊不要覺得賠錢 這邊是家計除息 還是賺錢啊 8月23號 繼續進場買進 除息完之後繼續買進 8月24號 8月24號 你看我直接跟我的專案會員講 前頂直接限價單啊 38.9 現在幾塊 現在還是賺錢 我說啊 如果你手上 有沒有賺錢的股票 你全部集中 到哪裡去 前頂 你看我們跟別人 到底哪裡不一樣 我們是做對了 一路幫你加碼 重壓佈局 一直加碼重壓佈局啊 你看是不是 火力全開 重壓佈局才會賺 你知道 100萬買那個 10萬 20萬 漲幅三根漲停板 又如何 就像我講的 你看到 進場去追 沒追到就漲停板 追到了結果不是你的 追到結果你是追錯的 是不是常常有這種感覺 一堆老師帶你去追高 你真的又不好買 買又買不多 真的追高了 追到了 剛好 又是錯的那一檔 你看我們直接 較勁了幾次 來 我們較勁了幾次 8月 來7月29號較勁一次 8月8號兩次 8月9號三次 8月4號四次 8月16號五次 8月17號六次 8月18號七次 8月23號八次 8月24號九次 來 8月24號的昨天就是什麼 就是8月25號十次 總共較勁了十次啊 總共較勁了十次 你看這個波段漲幅有多大 30% 就是這麼賺 好 你看一下 我們怎麼帶 我們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就是啊 持續幫大家火力全開 重要佈局 做對了就一直加碼 一直加碼一直加碼 買到大賺為止 有沒有 好 那時候我們為什麼會挑到前頂 你看一下那一波其實啊 這一波網通圖景啊 最先上漲的其實是誰 是重期 但是你會發現啊 你如果7月底去追重期的話 有沒有前頂表現得這麼漂亮 沒有 你這根進場去追 有這麼大波段嗎 沒有 你看一下 我們的是什麼 月底進場去追 追完之後你看 我們不是追啊 是低檔佈局啊 就一大段 30%大概 左右 30%左右 家計還原全值 一比較就知道 孰強孰弱 來這邊 追高進場 賺不到錢 我們第一買大賺一波 你說錢怎麼賺 新年台股大跌 352點 與我們何干啊 完全沒有影響 那你再跟我講說 老師你是不是有講那個 解封題材啊 解封題材好像很弱耶 那其實解封題材到現在還有講的 大概只有我啦 8月2號 8月10號 8月22號 持續跟大家講解封題材 那你說我們佈局哪一檔 來三副 星期五漲停 鳳凰也是一樣星期五漲停 易飛網也是星期五漲停 但是這三檔 三副鳳凰 易飛網 我們到底買了哪一檔 哪一檔 來8月15號三副 為什麼我建議選三副 因為卷資比夠高啊 他的卷資比夠高 如果你懂卷資比夠高的話 漲起來 會逼著很多空單要幹嘛 要回補啊 空單回補就有新的買盤 新的買盤進來呢 就搭配他的一個軋空行情 就持續的向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啊 這三檔股票誰比較強 三副 就是三副比較強勢 就是因為他的卷資比比較高 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就跟大家講的名了 三副 上櫃卷資比高達63% 為上櫃卷資比排行的第二名啊 來8月19號 我持續的跟大家講 三副就直接可以進場了 你看我們就講哪一檔 三檔股票裡頭 我就幫大家挑出來最強的一檔 今天呢你說大盤在跌 旅遊類股在跌 今天的三副到底漲幾% 今天三副 來今天三副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三副照樣漲3.8% 是續創近期的新高啊 續創新高啊 那你說這後續不就是轉多了嗎 如果三副能持續向上的話 你說其他的旅遊概念股 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手上有旅遊概念股 真的跟我們一起進場操作吧 我們這一波啊 月底唯一的一個專案 來580專案 即將啊結束了 目前啊上個星期 因為反應太熱烈了 前10名的期貨訊號 全部都送出去了 如果你想加入的話 我們現在有額外增加 只有5名 就只有5名 送期貨訊號 你如果說不操作期貨的 你也可以從我們的期貨訊號當中呢 學會什麼 技術分析 另外我們的救會員的部分也有好康啊 你看錢頂已經大賺了 我們續約啊 還有免費的升等 說真的啊 好的股票真的不用多 你如果錯過了 元泰 聖耀 錢頂 我們即將要佈局省長接班人 等你來接班 跟著我們一起進場做佈局 想要跟我們一起進場做佈局的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0800668085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